阿 南无阿弥陀佛 请打开慧节本支 第九页 慧节本支 第九页 佛在世说法有四十九年 或者讲五十年 有二十五年时间是在 首位国的奇数己孤独猿结下安居 这样讲起来 极固度缘 因缘也是非常特别 占有一半的时间 世尊在这个地方有二十五年的余安居 基本上佛要是到了极固度缘 或者在竹缘金色 这个王每天都会去拜见佛 有一段时间佛住在极固度缘 佛斯利王也是一样 每天要去拜见佛 听闻佛的教导 有一次佛斯利王到了之后 向佛虔诚的礼拜 坐在佛陀的身边 当时离佛不远的前方聚集了一群的外道 有尼千子外道 范子的外道 佛罗门的外道 以及裸形的外道 当他们离开佛陀的面前 佛斯利王 他就请问世尊 说佛您看 刚才在我们不远的地方 有一群苦行者经过了 他们这样的苦修 舍弃人间的悟意 意念 这是不是已经证得阿罗汉了 佛斯利王怀疑这些苦行者 都已经证就阿罗汉了 佛陀就说 大王 你还不能够分别什么样的修行 是证得阿罗汉的果味 让我举个例子告诉你 佛陀就说 长节以前 同样有一起修行者 他们修行极为辛苦的这一种行闻 就是苦行 期待将来能够升到饭天 道立天 四天王天 或者身在人间做大国王 这是他们修习苦恨的目标 在那个时候 幻天有一位叫做阿斯陀的天师 是波罗门的祖先 他知道了 这一群修行人 从外表看起来 是非常的辛苦 舍弃啊 世间一切的物欲啊 内心好像呢 没有什么贪囑 其实呢 他的内心呢 另有所求 那如此呢 不是正切的修行方法 所以呢 他就打算了 来教导这一群苦修的人 那么阿斯陀天师呢 就从幻天呢 到了人间 就到呢 离这个苦行者不远的地方呢 将这个天服换下来 穿着平常波罗门的衣服 那么在这一群呢 裸行外道在前面呢 走来又走去 这一群苦行者呢 眼见这一位啊 衣服穿着非常整齐的人 在他们的面前大摇大摆 看着不高兴啊 起了称恨心 说啦 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像他呢 这一种不清静的修行 身着意念啊 不能够离开世间的物欲 怎么会啊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看他穿着太整齐了 贪着啊 这众人呢 就非常的整个生气 就一起啊 口里头啊 就练这个座椅 要诅咒他 用水啊 泼这个阿斯陀天使 这水啊 不断的泼在这个阿斯陀的身上 但是他仍然呢 安然自在 带着笑容 没有一点怒气 惶恐 或者是害怕 内心的慈祥呢 就表现在脸上了 苦行者呢 见到对方 处之泰然呢 就赶快啊 把水停下来 不泼了 愤怒的心呢 也慢慢呢 削减了 当大家呢 心平气的的时候呢 就功功绩绩的 向阿斯陀天使呢 请法 这个时候呢 阿斯陀呢 就说呢 你们这一种苦行啊 是错误的 这个修行呢 最重要的是心啊 我们的心灵呢 不说外境的影响 这才叫做修行 你们只是呢 看到衣服穿着很整齐的人 心里面起心动力 不高兴了 这算是什么修行呢 你们呢 只是修身体的苦行 没有注意内心呢 受贪欲的这种染污 那修行的目标呢 并应该是呢 求生天戒 或者投生富贵 在百论当中讲到 吃戒要为了升天呢 叫做破戒的 跟这个地方的医治啊 大略相同呢 那么 唯有内心的清静 才能够呢 感召犯天呢 这种清静的果报的 佛陀呢 佛陀呢 对普世利王呢 说到这个地方 就说了 大王 修行啊 不是光看这个外表 还要懂得观察修行者 他的心态 要知道呢 他修行的方向呢 是不是正确 发行啊 了知正确了 才能够清静 才能够跟他学习 这个 佛世利王听了 那世尊在开导之后 是懂非懂 因为这一处呢 从莫令夫人呢 得到信心啊 对佛法还不是很了解 就对世尊说了 说佛陀啊 我大概知道啊 但还不能够透彻了解 我现在国物啊 繁忙 我赶快回去料理国事了 不能再深度向您请示了 就向佛陀顶礼 就七尊回去啦 那么修行这一桩事情呢 就是发心很要紧 发心很要紧 内道外道 也就是在发心上的问题啊 大圣小圣呢 也是发心上的问题 所以心是一切缘起的根本啊 实法界的根本在心啊 心一动 实法界就跟着动啊 所以呢 修行的人呢 我们呢 经常要注意我们的心念 在哪个地方活动啊 我们呢 在做事情呢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 表面上是好 内心啊 有很多的盘算啊 这也不叫做修行啊 这要紧哦 表离一致 心口一乳 这修道人呢 这是我们呢 应该要做的 那么 我们在上一堂课呢 讲到了 第九页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属于更衣的摄颂摄楼十寿 这个崇颂当中呢 是用寄颂呢 在搜摄前面长行文当中的文艺 文艺 那么经文当中讲到说呢 我今如舌楼方舟莲花台 周扎千花上 互显千世家 一花百亿果 亿果一世家 各舟菩提树 亦是成佛道 如是千百亿 如舌楼本身 千百亿世家 各界为成重 既来自我所 听我送佛界 甘露门即开 我们在上一堂课呢 解释到了 第二行之下的 千百亿世家 各皆为成重 既来自我所 听我送佛界 甘露门即开 在第十页的 第二行解释当中 亦俗发言里头 那么说到呢 宋和戒者 这个宋和戒 前面呢 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先讲一下 说呢 千百亿世家 各界为成重 千百亿的世家 各个在摩西所天王宫当中呢 请皆此土 为成树的大众 这个为成重 就表示 非常的多 为成 四成若杀 那么多无量的大众呢 那么请皆大众呢 聚来自我所 我 聚来都来到我 我所 我就指 卢尚弄佛来讲 都来到呢 卢尚弄佛所住的 莲花台商世界 听我送佛界 那么听我送佛界 接着我们就可以要看着 这个第十页的 第二行 最底下的艺书 接着第三行的发言 艺书 智者大师的艺书 那么发言是联子大师解释 智者大师艺书的著作 那么离头怎么说 宋佛界者问 何故宋 不道说也 答 此事三世 四方诸佛之法 挥使之作 故 只得称宋 不得道说 说者创成己见 宋者独席前言 由素而不作一言 三界大师 恭亲宋界 宋佛界 宋佛界者 就听我宋佛界 就听如圣我佛 来宋佛界 那么底下问 为什么缘故 何故宋 说宋佛界 而不讲说 说佛界 不道说 就是不讲说 说佛界 而讲宋佛界 用宋的 而不是说 那回答说 此事三世 十方诸佛之法 这心地法门 是三世十方诸佛 他们所共振 所共同弘扬的法 所以只可以称作 送 那么将以前佛 以前的佛 他们所先说的重新再送出来 因此 因此不可以讲说佛界 而讲宋佛界 那么说佛界 这个说 不可以讲说 因为说者创成己见 说者独习前言 说跟送 他的意思不同的 讲说就是创成己见 创就是最初 最初呢 发明自己的见解 那么最初来发明了陈述自己的见解 叫做说 颂是读习前言 读颂 复习全人所说的话 那么犹如孔子讲说 他是数而不做 数就是西数 古德所讲的 不是自己要创作的意思 三界大事公秦颂界 三界的大事就是佛 佛陀 佛陀都亲自来诵界了 那何况其一的人 其一的出菩萨 一切出法行的菩萨 那就更不用讲 更要诵佛界了 甘露门吉凯 那么欧毅大师解释这个甘露 所甘露者不使之药 亦持戒者能得内盘 长恶我尽 永无劳食业 甘露 甘露有三个意义 第一 甘露可以充当饮食来冲击 这四呢 表示色善法界 第二呢 可以把它当成水 来除这个渴 口渴 这四呢 属于色尔终身界 第三甘露是诸田布什之药 把它当成药 来疗治重病 这就等于色利解 因此呢 甘露门就辟语呢 色利解 断除一切恶法 色善法界 修习六度万恨 一切诸善功德 色众生界 可以啊 祭品 可以立记啊 一切众生 因此呢 以甘露来辟语啊 这无作戒体 因为呢 无作戒体 并不是佛最初所制的 所以啊 叫做即开 开就是开始远收 过去诸佛所制定的 十重十八清界 因此呢 叫做甘露门即开 欧毅大师呢 解释讲了 甘露者不死之药 则甘露呢 是不死 则诸田呢 不死的药 那么 义持戒者 能得内盘 藏了我尽 永无劳食也 这是来比义呢 我们能够如法持继的话 有境界的功德而产生定位 但凡烦了生死 杜众神 称佛道 所以说呢 能够证得内盘的 常乐我尽 这四种功德 永远呢 没有老死的这一种过患 所以称作甘露 那么门为能通 教能通理 由教界力 通至大内盘城 门 什么意思 门是能通之意 能够通畅之意 好像说房子的门 因为这个门能够通畅呢 到房子里面去了 教能通理 佛 首先说的教文 能够通畅这个真理 通畅真理 通畅真理 我们看这个门呢 就能够了解门之后所含的意义 由教界力 通至大内盘城 由教就是经论 戒就是利益 由修习这个戒定会三无落 三无落学之地 这经历论三藏 所诠释的就是戒定会三无落学 那么由修习戒定会呢 三无落学之地呢 能够通达到大内盘城 所谓的由戒定会为因而得到解脱 解脱之间之过 也由无洲戒体的力量呢 可以通达我们本有的佛性 从此自重 舍凡入圣 由因道国 在此 这一处来远收 所以叫做 甘露门吉凯 那么以上呢 这是说明 这一处诵 摄罗使说 其次呢 我们看着第二课 是诵释迦转寿 也就是用寄送重新来细数 常安文当中呢 如圣罗佛最初 授与千释迦 千百亿释迦 那么千百亿释迦转寿一切众生 我们看着这个经文 四十千百亿 环子本道常 各作菩提树 颂我本世界 十种四霸 戒如明日夜 亦如英诺主 唯诚菩萨众 犹诚诚诚诚 诗如是弄颂颂 博异如是颂 如心学菩萨 顶带受持见 受持世界以转寿诸众生 事实千百亿环子本道常 事实就是指如圣罗佛开始 受以千释迦 千百亿释迦 众亲戒法的时候 那么当如圣罗佛受以千释迦 千百亿释迦 这十种之八亲戒呢 那么受完之后 千百亿释迦又归还到 本首成道的场所 所以说还至本道常 各作菩提树 颂我本世界 十种四十八 那么千百亿释迦同时 各个在南沿福底 坐在菩提树下 金刚时尚 阅读明星 朗然大觉 在同一个时候成就佛道 所以叫做各作菩提树 接着颂我本世界 十种四十八 在前面的长安文当中说到 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成果之后 有十处的说法 这十处的说法完了 然后才正式向我们地上 凡乎吃烂的人来诵这十种之八亲戒 现在呢 祭诵当中呢 虽然没有正文 但是在义礼上是包含这一些道理在里头的 所以从诵的文 是诵前面长安文当中的义礼 那么顿南之简跟诸大菩萨 先受华言大教 而顿志十种十八亲的戒法 然后呢 正式在南沿福底的地上呢 对凡乎吃烂的人正式来诵戒 诵就是被诵 对本叫读 离本叫诵 对着本子这样念 叫做读 离开本子啊 叫做诵 就是被诵啊 诵我本师戒就是被诵 我就指着本师释迦牟尼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本师 那就是指如圣如佛 这本师的戒 那么本师戒呢 在法障大师的菩萨戒本书里面说明呢 说本师戒 戒法是诸佛所思 所效法所学习的 所以也叫做本师戒 那个就指着底下的十种四十八 这十种四八亲的戒法来讲的 那个戒如明日夜 一如阴落主 微诚菩萨众 有诚诚诚诚诚诚 那么戒如明日夜 一如阴落主 这两句正式来赞叹 十种四八亲的戒法 他的戒得盐满 戒如明日夜 戒法就如同明 很光明的太阳 他能够破除一切的黑暗 也如同晚上的明夜 他能够除去白天的热闹 而得到清凉 好像夏天白天的时候 非常的炎热 到了夜晚 月亮一出现的时候 顿然就感觉 白天的热闹都没有了 就比较清凉舒适 所以明夜有这一种的功德 他能够除去热闹 而得到清凉 也如同阴落宝珠一样 应落宝珠他能够除去一切众生 贫穷之苦 戒法能够护扰我们修行的人 使令得到功德法财 所以就好像应落主 因此这两句正式说明 戒法有这一种的功德 功能得用 在欧伊达斯的合著 解释的文 说呢 本师指摄能也 本师 那个本师戒 本师就指如摄能佛 如明日夜 因落诸者 什么意思呢 日消罪悟越早越忧 诸疗贫穷利益益 日掌善法 月得清凉 诸富法财 色赛益益益 日月利天无不沾扬 应若再生 观者哀敬 色胜益益益 这次呢 旧者 色利益界 色善瓦界 色众生界 这三种界来说明 在文里头 有三种的意义 它个别也可以相对 这三种界来讲 同时呢 来加以表明 有三种界的意义 日消罪悟 明日 太阳 能够消除 这个早上的 这个雾气 罪业呢 就好像呢 早上的雾气一样 那么智慧呢 就如同太阳呢 就一出来 罪悟呢 马上就消散了 月光 它能够照料 月晚当中呢 幽暗的地方 死灵它呢 光明 那么阴若主 这个阴若宝珠 能够呢 疗之贫穷之苦 能够离开贫穷的苦 这就是呢 设立一切的意义 就是离苦 这一方面来讲的 那幽者日长善法 太阳光 辟易啊 能够长阳善法 增长这个善法 增长善法 太阳呢 我们呢 一个人要是有病呢 身体比较冰冷 一出气啊 就吸收这个阳光呢 身体感觉就舒服了 就像掌养善法一样 夜光使令我们得到清凉 而阴若宝珠 能够呢 护饶功德法财 这个呢 属于色善法界的意义 那个日夜呢 高挂在天空当中呢 一切众生 没有不沾养的 阴若呢 撇挂在我们的身上呢 观看的人 都升级爱静之心 这个呢 是属于色众生界的意义 色众生界的意义 既欠受持 即欠转受 使登登相续 化化无尽 所以既然欠免我们能够呢 发菩提心 如法的来受持 佑者更劝我们要辗转的受于一切众生 使令呢 登登相细 化化而没有穷尽 唯成菩萨众 由是成正觉 是如色能诵 我亦如是诵 什么叫做唯成菩萨众呢 由是成正觉 这个呢 是说明 由于啊 受持 这三级境界 那么 如法的受持 戒体啊 脚如冰窗 戒恨呢 无所违患 由此可以隐身无弱的定慧 因为智慧的功能 就可以破除烦恼 了脱生死 而得到大菩提 证得大内叛 所以呢 为成菩萨众 世成若杀 无量无边 不可知数 这么多的菩萨大众呢 都是由三级境界为根本 而成就无上呢 正能正觉的 没有哪一位呢 菩萨啊 不由此 而成佛的 是 如尘老宋 博弈 如师宋 这正是呢 如尘老佛 给本师 释迦牟尼佛 以及呢 环乎次男之人 做个魔幻 如尘老佛 已经呢 恶无不尽 善无不满 但是仍然是 半夜半夜啊 宋慈 这十重十八清的解法 这也可以说呢 叫做不忘本 也可以说以戒为实 不但呢 是如尘老佛自己要送此这个戒法 那么佛也转送 给予释迦牟尼佛也要如是的送 所以说呢 我义如是送 我就指千百一世家 也是要自己亲自来 必送 这十重十八清解 如心邪菩萨 顶带受持见 上面呢 既然举出呢 如是老佛 是这样送 千世家 也如此的送 那就举出 这个利益 而来切勉 我们心邪的菩萨 也要这样的受持 成就 自立立堂的功德 如是老佛 跟千世家 都是由 送此 这重情的解法 十重十八清解 而成就 自立立堂的功德 所以呢 如心邪菩萨 你们这一处啊 听闻 这三级境界 心邪的菩萨 应该啊 也要好好的 依托来顶 以身来佩戴 能够如法受持 无所违患呢 成就自立立堂的功德 那么这是成就自立的功德 这是第一 挤出利益 切勉学习 成就自立的功德 下文呢 受持世界 转受 诸众生 这是教导使令 要转受一切众生 成就立他的功德 意思呢 就是不但自己 如法受持 这三句境界啊 而且还要辗转 受一切众生 使令能够登登相续 跨画无尽啊 利益未来一切众生 这是成就立他的功德 立他的功德 那接着呢 连持大师的发音 在解释的 最后一行的发音 中间那个发音 本道常 表本心 菩提树 表决体 原以本心决体 此本界也 为成菩萨者 言无量贤胜 有受此皆臣佛 况还乎乎 此必有受 能受则何 色浓至诵 我亦随诵 况诸菩萨乎 使文界者皆明心血 上言 为成菩萨 由之臣佛 则心血可持 色浓 释迦佛佛至诵 则愚人可持 本道常 表本心 我们平常讲 执心是道常 这个道常 就指我们的心 所以说 表本心 本道常就表示 我们的本心 菩提树呢 菩提是绝的意思 菩提树就表示 绝体 意思就是说 以本心 绝体 这佛性 而来受此 本佛的见 为成菩萨众 等等的意思 就是说 无量的贤 圣 都是由于受此 这三句境界 能够呢 支持无所违患 定会啊 由此而生 最后 成就 佛国菩提 那么 为成菩萨众 是如此呢 何况 一切 凡乎众生呢 那就更应该 要发心 受戒 慈戒 慈必有受 能受则和 我们要受着这个戒法 必定要透过 师长的授予 能够授予的 到底是谁呢 当然 就是如圣罗佛 这一族 受与千世家 千世家 再受与千百世家 千百世家 再受与一切众生 圣罗自送 我亦随送 如圣罗佛 半夜半夜 自己啊 怎样送戒 我亦随送 我只千百世家 也是随着这样呢 半夜半夜 诵戒 如此的话 佛佛自送 佛佛 每一尊佛 是这样诵戒呢 那何况一切的菩萨呢 识文戒者 就刚刚听闻 这三级境界的 都称作是心学的菩萨 心学的菩萨 上言呢 微臣菩萨 由此成佛 则心学可知 上面呢 说到微臣菩萨 大众由此 由这个界法 而成就呢 佛道 那么心学的菩萨 就可以了知了 也必定呢 由于这三级境界呢 而来成就佛道的 圣偶 释迦 佛佛 自送 这一人可知呢 如圣偶佛 还有千百一释迦 这佛佛 都是 每一尊佛 都是半夜半夜呢 自己来诵使 这诸佛的界法 那其他的一切 凡夫 就可以了知 不但呢 我们要半夜半夜 诵戒 那么心学的菩萨 刚刚呢 受完戒的 或者受戒不久的 都应该呀 天天要能够 诵戒 要复习的 最初不熟悉吗 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呀 分成两天 时间不够 分成两天 分成三天 但是每天呢 都能够温习 这个戒条 不要有所遗忘 不要有所遗忘 这个最初的诵戒 那是很要紧 很要紧 大理上来说 我们修行者 能够注重戒法 能够注重戒法的行使 这修行才能够提升的 这是很要紧的 没有戒 定位没有基本 没有地方升级 所以手持这个戒法 是我们佛弟子的本分 是修道当中 一个重要的课题 所以受了戒我们要好好学习 不是听一遍就可以 撒米利也不是听一遍就可以 听两遍就可以 不是 要听到你懂了 日常生活能够应用 我们学比丘戒 学菩萨戒也一样的 听到懂 听到日常可以去应用 要这样的 所以学习是一生的事情 乃至你成就了 从有学到无学位 成就了 佛就不需要再学了 没有 我还要再学了 要认真学 路还很长 要赶路 其次呢 根山 劝信受奉持 这个劝 就是普遍的劝民 一切众生 要深信不疑 这个信 就是深信不疑 不但要深信不疑 而且要射受菩萨的戒体 要奉行菩萨的戒恨 普遍劝勉大家 要深情信心 不要有所疑后 要决定没有疑后的 所以叫做 欠信受奉持 我们看这个经文 第一听我赠颂 佛法中借账 波罗提摩查 当众心地信 如是当成佛 我是已成佛 常走如是信 戒贫以记住 一切有心者 皆因赦佛戒 众生受佛戒 集入诸佛位 未同大决宇 真是诸佛指 大众皆恭敬 自行听我诵 地听我赠颂 这个地 地这个字 就省时不虚的意思 省时不虚 也就是说 要很真实的 一心专注 摄额地听 不要打其他的妄念 我就指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说 就是说呢 你们应该要审时 摄额地听 我本师释迦牟尼佛 正式来背诵 如是弄佛 受以我们的十种十八倾的解法 这正式呢 告诫大众呢 要摄额地听 佛法中借账 那么佛法中借账 在欧毅大师的合作 解释的文当中讲到 佛法中借账者 一胜无上借化 不但简易外道 凡夫等借 义父简易 声闻原节借也 此借 即是诸借之障 以一借八借 五借十借 二百五十借等 无不从此大借流出 又一借八借 即巨借等 无不涉入此大借中 故亲近毗离荒广精云 菩萨毗离 犹如大海 所有毗离 无不纳授也 那么佛法中的借账 借账之账 这意思是说 一胜无上的借化 一胜就是佛胜 一佛胜 无上的借账 三极境界 这佛性界 它不但简别 不同于外道 凡乎所所持的借 外道也有所持 鸡界 果界 牛界的 还有凡乎所执着的 借其账 医护减义身闻圆解 身闻圆解 戒业 也进一步 减肥不同意 身闻圆解这二乘的借法 身闻的借法 是一断见世后 鸟脱三界的身世而安利的 菩萨界异于佛性 为了成就佛道 显化本性 此界即是诸界之战 这十中四八清界 也就是一切借法 之战所积极的 地方 所积极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一切的 在家的八界 五界 以及出家的 沙弥十界 比丘的两百五十条界 比丘的三百四十八条界 等等 没有不从菩萨大界 所流出的 在经典里面讲 先有大称 然后才有身闻称 为什么 而佛是修习大称成就的 佛是由大称 修习菩萨道 而成佛 由成佛转过来 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所以这样讲来 所有的借法 都是从菩萨大界 所流出的 华华经里面讲 佛但是教导菩萨 也是这样的意思 只有菩萨 没有守的二圣三圣 而二圣三圣是方便守 所以菩萨是根本 菩萨大界是根本的 二圣三圣是方便守 所以 这个生闻的借法 是从菩萨大界 所流出来的 佑者一界五界八界 以及沙咪 祭祖界等等 在家恶众 出家五众 这七众弟子的借法 没有不完全的 社会菩萨大界当中的 所以说 佛法中的借账 账 就含常 包含所有的 包含所有的 因此在《亲近毗尼方广经》 当中说到 菩萨毗尼犹如大海 菩萨的借法 就如同大海 广大 无有边亚 菩萨的借法 散布在大乘的 经历论三圣当中 他的范围包含 所有的境界 永近皆是 所有境界都是 菩萨 寄功累得的地方 一切的境界 都是菩萨 持界的促手 所以因此说 菩萨的毗尼 犹如大海 那么菩萨 所学习无量的法门 这无量的法门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也就是 界法的所在 因为菩萨界当中 不单断恶而已 也修杀 还有饶益有情 所以无量的法门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也就是菩萨界的所在 所以犹如大海一样的 所有毗尼无不纳索也 所有的毗尼 这些的界法 在家出家 七种弟子的界法 没有不纳索的 完全包含在里头 在里头 三级境界当中的设立一界人 就七种弟子 别解脱界 就离二那一方面说的 但是菩萨 还有修习无量的 愿恨 激功雷德 转过来 将自己所成就的 去劳育众生 所以菩萨 伟大 他不单单只是说 我不恼爱众生就好 他要度透众生 真的是伟大 普罗提摩萨 菩萨的三句境界 普罗提摩萨 翻作叫薄解脱 叫别别解脱 叫处处解脱 别别解脱 就是个别个别 你持一条界 得一条界的解脱 处处解脱 指身口意 这三叶有三处的普罗提摩萨 在医教经解 欧毅大师解释这个文 就是有三处的普罗提摩萨 叫处处解脱 持身界得身业解脱 持口界得口业解脱 持异界得异业的解脱 诱者在医教经里面讲到 说戒是正顺卸脱之本 顾名普罗提摩萨 这戒法正是随顺解脱的根本 随顺解脱的根本 没有戒解脱得不到 所以因此不持戒 那就不能随顺解脱 就不能解脱了 所以戒称之后 普罗提摩萨 叫保解脱 你能够持戒 佛就保证你得到解脱 不被业力守束缚 通得来守 每一条境的内涵 菩萨界里面 都有三具境界的医 每一条界都有 我们讲到戒文的地方 这样就会说明 就分别来讲的话 前面的阴若经里面说到的 十普罗提摩萨 属于色律一界 八万世间法门是色善法界 慈悲喜舌化疾众生 是色众生界 这是就个别来讲的 分别说的 通的话每一条界里面都有三些境界 所以有通有悲 接着 大众心地信 如是当成佛 我是以成佛 常作如是信 戒品以记住 大众心地信 信 一切的善法 以信为所 三十七道品当中 五根五粒 都是心境恋恋会 第一个都是信 有些信才有精进 精进的要运在不忘念 不忘念才能够成熟禅定 有禅定才能开放无论的智慧 这信进恋定会 它有一个一贯性次第生情的 你都没有信了 哪来的精进呢 更不用讲 有念定 有会 所以最初这个信 很要紧 那信根呢 这个根有力 能够破障的时候 就变成五粒 也是信 在前面的 信经恋定会 白法当中的十一种的善法 第一个也是信 信的这个信手 所以呢 一切善法当中 以信为首 所有的善法 没有呢 不由信心而生起的 因此呢 《华严经》当中说呢 信为道言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法 信为道言 是修道的根源 是我们成就功德的地方 没有信心 功德不能建立的 有的信心 才能够进一步 掌养诸善法 所有的善根 才会被开花出来 所以这个信 很要紧 佛法大海 唯信能入 信才能够入 没有信心 不能够入大海 不能入大海 所有的宝 三十七道品 都是宝啊 六波罗咪 十度啊 都是宝啊 你都得不到啊 得不到的 所以因此需要呢 生实决定 而生起真实的信心 要深信无疑 要信什么呢 《卢》是当成佛 《卧》是以成佛 这个很要紧 守信呢 就是这一桩事情 说卢 卢就指法会的大众 也可以指我们一切的众生来说 当成佛 就当来成佛的 只要能够如法受持着菩萨戒法 有戒体 清静啊 开花 无弱的定会 将来决定可以成佛的 这是没有疑惑的 只要一念信心坚固啊 别无恶化 为什么呢 我是以成佛 我是以成佛 我是一个过来人啊 我是由这一条路啊 经过的 在我凡夫地的时候呢 也是根据过去诸佛 辗转受受的 这菩萨戒法 得到了无作戒体 由此 作为我修行的起因 戒恨无亏 就发起无弱的定会啊 由此断烦恼 鸟生死 而得到大内叛 佛说呢 我是一个过来人啊 是这样经过的 一切众生呢 都有和性 也能够依以 这样一种鬼则来做 将来也必定可以成佛的 可以成佛 那么在解释里面 倒数第三行的 上头的 大众心地信者 偉大师合作的解释 佛法大海 唯信能路 若不信 自身觉得成佛 则有所戒品 不能牢固 若地信自身 有成佛分 地信圣谋 有解成佛 自然念念 付词妙戒 不时悔切也 一如前世可知 佛法大海 唯信能路 这信心很要紧啊 信心很要紧 要记住信心 才能够呢 入于这个佛法的大海 进一步啊 踩到啊 各式各样的宝啊 要不能记住信心 恐怕呢 溺死了 那就不敢下去了 所以信心是能够入的 能够入 若不信呢 自身觉得成佛 则有所戒品 不能牢固 假使不能够相信 我们本身有佛性 将来呢 决定可以成佛 你不能相信 你有佛性 可以成佛 这样子 则有所戒品 不能牢固啊 这意思呢 就是说呢 不能相信 自己有佛性 那众生也是没有佛性啊 那众生大家都没有佛性 不能了解啊 众生跟我们是同体的 那就有所对立啊 这样的持戒啊 有的计划 你就不能牢固啊 你要了解众生都有佛性啊 那就是同体的 你可以伤害众生吗 都是未来佛啊 你又不能相信啊 有一些计划 你就没办法所持 会有所违反啊 因为对立的心 在凡夫地当中呢 对立的心就出来了 所以前面的 如是当成佛 我是以成佛 这个佛性呢 众生跟佛是平等平等不恶的 那地心至神有成佛份 假使真实相信 我们本身有佛性 一定可以成佛 有成佛之分的话 众生也是如此啊 都有佛性 也都可以成佛 那么只要我们努力尽进呢 修得有功 性得就显化出来 真实呢 相信呢 卢尘能佛 是由直持三级境界而成佛的 这样子念念 自然念念当中 我们就能够护持这唯妙的戒体 不使灵戒体 有所悔患 戒恨有所亏欠 那么其他呢 就如同前面呢 所解释的 亏了之 接着呢 我一大师这个发言 年始大师的发言 发言里头这么说 破落题目插诊 此云保解透 保卫三叶得解透也 亦云别解透 此一世得一解透 别别不同故也 诸佛已成 众生当成 这身佛必经挥书 此界定可奏佛 当地性如是事物怀疑也 破落题目插诊 此云保解透 保解透 就是保卫 我们身口一三叶得到解透 就是不被业力所束缚 也可以称作别别解透 此一世就得一专事情的解透 别别不同故也 各别各别 一条界一条界不一样的缘故 你持一条界得一条界的解透 叫别别解透 那么诸佛已成众生当成 这生活必经挥属 此界定可作佛 当地性如是事物怀疑也 说诸佛是已成的佛 众生是当来要成就的佛 这样的话众生跟佛 在界底当中 佛性 具体当中 本来是没有差别的 我们能够好好支持三叶境界 决定可以成佛 在修德 实际是修德 本有的佛性是信德 我们能够支持这个界法 好好所持 把我们本有的佛性给开醒出来 就是成佛了 所以应当要审时 相信这一桩事情 如是当成佛 我是已成佛 误怀疑也 不要有所疑惑 常受如是信 解凭已记住 要恒常做如是的信心 诸佛是已成的佛 我跟一切众生都是当来的佛 当然要成佛的 既然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当来成佛 我能够跟众生 对他们做杀到淫望 这些事情 那也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说戒凭已记住 你要常受如是信 这样的相信 这样相信 相信前面的 如是当成佛 我是已成佛 这个佛性本来是不恶的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都是当来的佛 都是当来的佛 那你可以对这个众生 做烧到淫望的事情吗 那绝对不敢 所以说戒品 就完完全全的记住 圆满了 所以常受如是信 就这一念信心 戒品 十中四八千戒 乃至一切的戒法 都能够记住 受持 无手悔患 就是在这一念信心 那联子大师的发言 接着解释 十二月的第二行 第二行的上头说 借以记住者 一念信心万货俱全 防悔子恶 尽在一失 何待遮难重循 结末三级 然后为戒乎 佛唱善来 吉成沙门 正此一言 那 借以记住者 常受如是信 戒品 以记住 什么意思呢 一念的信心 万后即全 一念的信心 这一念的信心 你记住了 任何的迷惑 都潜出 无有遗漏了 没有圣意的 你要相信 众生都有佛性 都可以成佛的 防悔子恶 尽在一失 能够防悔子恶 能够立即一切众生 完全就在这一念信心 如是当成佛 无我胜以成佛 这个佛性无而无别 我们的体性跟佛 无而无别 跟众生也是无而无别 就是这一念信心 就能够防悔子恶 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戒 这就是戒的 何待遮难重选 何须等待 受戒的时候 遮难 要问十三中难 十六亲者 受在家戒法 也一样 要问遮难 要问遮难 重复的询问 然后再经过 实时的 这个结膜三举 做三番结膜 我们受菩萨戒 就是三十和尚 做三番结膜 然后才得这个戒体 成为戒 何须等待 这样呢 就是当下那一念信心而已 众生跟我们 佛性的体 佛体 佛性 是不恶的 体性都相同的 因此 就能够防悔子恶 就那一念信心 你要相信众生 你要相信众生都是同体的 损害众生就是损害自己啊 所以在三文节当中 佛唱善来 佛又遇到善根成熟的众生 众生来到 佛的根前 佛就说 善来比丘 依我法重 快修 犯恨 断尽酷炎 现前这一位众生 就这一念信心 他当下 西法治若 袈裟 披身 波 再索上头 就成为 这个沙门 得了比丘戒 正是这个意思 就那一念信心 因此我们了知呢 放下屠刀 千佛遗数 《涅槃经》当中说到 广儿 屠儿 他是杀神的 他放下屠刀啊 改毁了 就是千佛遗数啊 为有幸故啊 就是在那一念的信心啊 虽然以前造了 无量无边的恶业啊 但是佛性呢 是不受染污的 好像太西空一样啊 你看太西空里面怎么样啊 泼墨汁 泼水彩 泼来泼去 西空不成染污的 不成染污 我们的体现呢 跟佛是无二无别 无二无别 只要我们努力修行 就能够成佛啊 为有幸故啊 就在那一念信心 相信了 禅宗里头啊 讲直下乘荡 能够直下乘荡啊 当下就是 要不能够直下乘荡 就当面错过了 讲到这个地方呢 过去有三个修行人 他们到了参堂去挂丹啊 禅宗的滋客啊 很严格哦 凡是来的人 他都要问一问 就问第一位啊 说你为什么来呢 说我自己发心来啊 就一巴掌 打下去 你这个人供高我慢 没有师长的同意 你只好可以自己来 这个又问了第二位啊 第二位啊 这个人想前面讲 是我自己来被打 他就不敢讲 是我自己来 资客就问了 说你怎么来的 是我师父叫我来的 一巴掌也打下去了 这个人没出息 你师父没叫你来 你就不来啊 这个呢就是忘心了 都是忘心 第三个呢 他想呢 说自己来也不对 说师父叫我来也不对 那怎么办呢 资客是又问了 说你怎么来 他就不敢回答 也一样 一巴掌打下去 你这样的沉默啊 孤狗空击就对了吗 这禅宗讲就是限量 几风转也是当下 透过思维啊 就不是了 你要当下承担 当下承担 那么错过了 那就不对了 就希望风培心生出来啊 那个越推越远啊 所以我没有那种根基啊 到禅堂去啊 就准备挨打 这个有一回呢 文师菩萨硬化 在人间啊 做这个戒舍礼 他出家之后呢 经这个师长的介绍 要参访善知识 到了善知识的地方去啊 这善知识就问啊 你怎么来的 他就说 我从原来的 我从原来因缘的菩萨 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因缘 我从原来的 你姓什么 我以佛姓为姓 你看 都直接了当啊 这菩萨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啊这里讲呢 放下屠刀千活一树 反过来讲呢 悔之不倾 千节堕落 为无性故 在《华华经》当中说到啊 常不经菩萨 他看到世众弟子啊 就啊 赶快啊 拜下去 然后起来 就赞叹他们啊 就说了 我不敢亲疑如等哦 如等皆当作佛 大家听了 有的啊 欢喜 有的不高兴啊 就恶口骂你啊 我们何用你啊 这要希望跟我们受计呢 就开始喝嘛 喝嘛不高兴 就拿着石头就扎他 这个仓不经菩萨 一便跑 跑开了 站得远远的 又说啦 你们都有佛性啊 我不敢亲疑如等哦 你们都可以作佛 他在怎么要欺负他 他就跑给他追啊 跑给他追 跑开了还是要说 给你们受计 所以这里讲 悔之不情 就悔之呢 参不清菩萨 千诀堕落 唯无信也 他不相信啊 有佛性 不相信可以自己 可以成佛 所以呢 信心是入于佛道之门啊 这难道是希望之言吗 启息言在 难道是希望之言 不是的 接着 经文当中 一切有心者 皆因赦佛界 众生受佛界 极入诸佛位 未同大结语 真是诸佛子 大众皆恭敬 自行听我诵 一切有心者 一切就包含 所有的众生之类 无论哪一道的众生呢 只要他有心 有心的话 也就是说 有情是活动的 不相目视无心啊 是有心是活动的 那就记住有佛性 有佛性就开 参可啊 作为修道的法器 他就能够接受菩萨的计划 能够花心来受见 而纳受皆底啊 所以说 一切有心者 皆因赦佛界 完全啊 都应该来赦 赦就是纳受 纳受是诸佛所传的 十种之八经的计划 众生受佛界 极入诸佛位 一切众生能够花心来受持 佛性界的话 那就入于诸佛的音位 意思是说 菩萨界是千佛相传的新地法门 每一尊佛 佛佛都是由此界化而成就的 没有哪一尊佛不是由菩萨界而成就的 如此的话 花心受佛界的众生呢 这难道不是 就是入于佛的音位吗 这入佛位 是入于佛的音位 有音将来可以成佛的 未同大觉与 真是诸佛者 未同大觉与 就是说 出发心的愿 跟佛是无二无别 所得的戒体是相同的 三继境界 所以 因畏相同于大觉 未同大觉与 这个畏就是因为 我们受到佛界之后 就相同于大觉的佛 像前面所讲的 发心究竟二无别 出发心跟究竟的佛果 是没有吃别的 这一尊所纳受的戒体 这一方面来讲是相同的 就像王子 他当来决定作为国王 受佛界叫做佛子 他必定当来也是少计佛位的 所以说 真是诸佛子 真是诸佛子 从佛可生 从佛化身的佛子 连持大师的话音 十二页第四行 第四行的中间 中间 有心者 这连持大师解释 有心者 愿为处 目时 无心则已 六道寒领 皆应受戒 那么一切有心者 这有心的意识 就为处 木头 以及石头 无情物吗 他们是没有心的 既然没有心 他们就不能够说 我花心来受戒 意思就是说 除了木头 石头 没有心以外 其他的六道寒领 有情世的众生 都是有心的 有心都可以发心 都可以发心 那么皆应 就皆应社佛界 皆应都应该要发心来受戒 社佛界 这个社 社这一个字 社者 那一 外文内纳 永迟而勿施也 佛为至也 云和受戒也 极禄 盖此戒是千佛相传心地 佛佛由此成佛 受佛界者 岂不极禄 佛为也 这个社 社就是纳受 都可以纳受佛界 外文内纳 以耳根 来听闻 以内心 来领纳 受戒的时候 我们耳根 要能够解法式的原意 以内心 发菩提心 纳受这个戒法 永远 好好地如法来执持 而不要游手 悔患 使命失去这个戒体 佛为至也 云和受戒 几路 佛为是那么遥远 要经过三大欧生奇迹 才能成就的 这里呢 为什么说 只要我们刚刚发心受戒 就入于佛为了呢 底下回答说 盖 盖 此戒是千佛相传心地 盖 就是因为 因为呢 这三级境界是千佛相传的心地法门 佛佛 每一尊佛 都是由此三级境界 这心地界法而成佛的 如此的话 我们发心受持佛界的众生 难道不是就入于佛的因位吗 佛位就指佛的因 因地的位 约界底相同来讲 又问了 位记同佛 何而不明佛 而才明佛子 答 位随同佛 功德位远 如除今 决当正位 今在东宫 则灌顶王子也 明知王子 毕少王位 明知佛子 毕少佛位 其戏固在 问的意思 在宋文当中 讲到位同大觉义 这个位子 既然相同于大觉的佛 那为什么不直接就称他叫做佛 而才称他 才称他叫做佛子呢 底下回答 位子虽然通与佛 但是功德还没有圆满 讲到相同于佛 是按照界底 这方面来讲 发心究竟恶无别 那么在《华言经》当中也讲到 出发心时 极臣正觉 所有会心 所有会神不由他 出发心 出发心就出发心 十柱位当中的第一个位置 原教位当中 一位受一切位 差别的地方 在断德 还没有穷尽 智德还没有圆满 诸佛断德以尽 智德以言 他在修的这一方面 没有 教授童处境 出境就是皇太子 他决定当上了这个正位 现在呢 还在东宫 属于灌顶王子 灌顶王子 什么意思 在印度呢 古代的轰暑 王子呢 他要能够登位 要用四大海水 来灌他的头顶 灌他的头顶 就表示他可以 少计王位 叫做灌顶王子 那么明子王子 必少王位 称作王子 他将来必定 少计王位 那现在呢 称作佛子 将来他也必定 少计佛位 其细固在 其难道 细固 就是小的事 这难道是小的事情吗 而说到佛子 在极标历史的 直解当中说呢 佛子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外佛子 外子 这一切的凡夫 还没有入于佛道的 不曾经少龙佛种 受过戒的 这个叫外佛子 第二种叫树子 树佛子 平民百姓的树名的树 也就指二称的人 只是比如说呢 二称的教法 而生以法身呢 不从如来的大法当中 生以法身的 叫做树子 古代啊 不是正威所生的 这是妾所生的 叫做树子 第三呢 叫真佛子 真子 就是大称的菩萨 并说如来的大称教法 而生以法身的 叫做佛子 叫真是诸佛子 好 那我们时间来到 先讲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昌 悔来日悔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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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